你昨天有聽到她的鼓聲嗎 警察這邊方面講是說 她還有幫小孩子洗澡 那大概是六號的晚上11點多 她表示她也不至於說 把小孩子放著不顧 警方調查 林姓女子 17歲跟前男友生下一個小孩 分手後交給對方撫養 後來跟徐姓男友交往 19歲生下老二 後來又生下第三胎 剛剛滿院 她公稱忙著照顧新生兒 忽略一歲大的兒子 那個小孩的身體 其實已經有發出 濕臭跟雜驅的形狀 是 因為現在天氣也滿熱的 那她在不通風的房間 是滿快會發生這種清新 南投初步相宴 獨自睡在沒有冷氣的房間 椅底發黑 發出濕臭 南投母親住在隔壁冷氣房 帶著剛出生的弟弟 向警方說 六號凌晨零點 為南投吃下最後一餐 七號凌晨一點 南投出生 但她沒去查看 直到八號上午九點 才發現已經死亡 中間南投至少57小時沒吃飯 但檢舉根據南投遺體研判 六號恐怕早就已經死亡 那一切的真正死亡的原因 還是要等到禮拜四解剖以後 我們才能夠確定 她真正的死亡的原因